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經典的團戰對決 這場比賽是三位高手 有米格魯 希托跟丹尼爾 對手是ACCM跟塔操 還有一位這個R開手的玩家 我都要不太熟 有知道他的觀眾可以在下方做留言補充 好 那我們先來看紅方 紅方是波斯 波斯在我的新手推薦文明裡面 是T1的文明 新手來練波斯 可以練到弓兵也可以練到騎兵 那還可以玩這個戰項 還有可以練TC的運轉 基本上能練到的東西還蠻多的 那我覺得波斯也可以練這個 海戰 就是這個捕魚 游牧也可以選 所以波斯我是覺得是全面性 最好練新手開局的一個方式的文明 好 那來看一下其他文明 黃色 黃色是西班牙 西班牙在我們之前的教學影片 有出現過 27匹直層寶兵 我們就是用西班牙做示範的 西班牙政府等直層來打的話 可以有效克制對方騎兵 要小心弓箭手 跟戰毛兵還有森旅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是這個伯根帝 經濟超級強 遊俠也只要半價 升級的費用半價 還有這個超強馬上清裝兵 那我們最近的影片也有出現伯根帝 也是蠻精彩的 有興趣的可以再去看一下那支影片 好 下一個藍方 藍方是不列顛 不列顛的話擁有全弓兵 射程最遠的一個文明 那他的TC造價也是非常便宜 喜歡玩弓兵的話也可以玩一下不列顛 也是蠻適合的 好 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 瑪雅 瑪雅的話他的這個永續支援 一開始是比較多的 像這張圖很奇怪 草地上就有鮭魚群 那假如這個龜群可以吃225肉 那他基本上可以多才15% 雖然他可以吃到240肉 至250肉左右 所以瑪雅在一開始的開局上面 是一個支援蠻 算是有點小小優勢在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一開始村民會多一村 然後雖然基因會少50 但是這個 多一村的優勢還是蠻大的 不是金多50喔 不好意思 一開始因為是5個人的時候 所以要去點這個支布喔 不然會卡人口 所以瑪雅來說 訓練這個開局方式也比較特別 新手來說 我雖然不太推薦 但是有興趣的還是可以練一下 因為他的開局方式 跟其他文明是完全不同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青色 青色這個是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這個文明最大的一個能力 前期就是這個捕魚 不是捕魚啊 就是採集資源 可以多採三個資源 好 本來一開始伐木 只能裝10個木頭 那他這個能力喔 可以讓到13個資源 才可以放進去 那在這個前期喔 黑暗時代就有這個效果 所以阿茲特克喔 在這個 老英國裡面的經濟來說 是最好的 那他本身喔 又有這個 戰爭龍貫 可以增加步兵的傷害值 那本身來說 瑪雅跟阿茲喔 都沒有太大的弱點 好 弱點就是 自己的黃金不夠用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團戰的一個細節 那我剛剛有講到 這個 陸地上的鮭魚群可以補 非常特別 那處之外 外面也有這個大魚群 但這個大魚群的數量並不是很多 所以如果有同時在吃魚的情況下 這個漁船數量可能要稍微斟酌一下 不能吃得太爽 漁船岸太多可能就會出事 好 那看一下這邊紫色 紫色這邊有蓋魚槓 那這邊西拓 不列天這邊也率先 補下第一個魚槓 那通常看到對手在你家附近補魚的時候 魚船都不會按到超過5隻 通常4隻就會停 然後補箱刷魚槓 然後出這個火蒙頭 去燒對面的魚船 然後這邊直接用全套補魚船 這什麼畫面 世界奇觀阿 能不能扁掉呢 這個伺候吧來幫忙 幫打 發現了發現了 拉一下拉一下 突然覺得哪裡痛痛的 魚船表示 好 看一下這個黃色 黃色也是慢慢補 那目前家裡 大家都是一個比較正常的開局方式 那我們這邊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這個地圖還蠻特別的 還有這個什麼 尤替特公主 中立單位 那這個單位他不會主動攻擊 也不會有這個 呃 佔領他可以獲得他 之類的一個效果 就只是一個裝飾品 跟這些獅子一樣 在這個石頭上 這個石頭我不確定 這村民過去挖會不會那個 直接被被咬 有可能是要派一些遠程部隊 先把獅子擠掉 然後村民才可以再過來挖石頭 總而言之這張地圖非常特別 很有趣的一張圖 好 兩邊都上到了封建時代 好 第一時間 吸脫 藍方 吸脫出了一艘火蒙桶 開始燒對方的魚船 應該可以順利燒掉一到兩艘 不是問題 OK 燒掉了 但是對手也在出火蒙桶 好 而且還有出這個自暴船 這個自暴船又是一出 炸的一波 會出大事喔 好 大家都點下這個城堡石彈 大家看一下這波自暴法 會不會炸到東西 這個蠻關鍵的 沒有要炸的意思 左邊這裡也在蓋崗 這邊差不多要出來的感覺了 還沒要出去嗎 兩艘了捏 其他方面這邊已經開燒了 下方這邊自暴法要來撞一波 但是血都是滿的 這波可能準備要出來了 好 好 每一個人的開局 都是這個直層開局 配置可能會稍微不同 有些人是打寶兵 有些是 有些內夾是要開農 每個人作戰方式 在屯蛋來說是會不太一樣的 好 這邊出來兩艘 但還有一艘火蒙筒 欸這個自暴法沒有出來 哇這長招嗎 這一波 哇 招到漁船 瞬間 風向逆轉 本來這邊有火蒙筒的血量優勢 現在一個優勢一枚 兩艘 直接開燒 優先燒漁船 無視火蒙筒了嗎 好這邊些燒滿血的 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吸脫這邊沒有看到殘血的火蒙筒 這邊過來修 但村民卡住修不到 唉唷 極限 打贏對手 看對手火蒙筒繼續出 這邊紫色一次搞兩家 這邊紫色的漁港 這邊也在出 火蒙筒也在出 那這裡火蒙筒出來 能打得贏嗎 這邊有點修不到自己的漁船 稍微小心一下 OK 自爆法也這樣 這邊點下奴炮戰船的升級 這邊燒了一波 唉唷 燒掉了 哇 這個自爆法還用不到 但是吸脫這裡卻沒有升級海戰 看來是要打陸地了 這邊直接一個氣骸炸掉漁船 那家裡吸脫者是開下了4TC 哇 超級濃的這種 所以他這邊氣海 打一個陸地開濃的一個作戰方式 那紫色這一家 很專心在打海戰的關係 所以這裡還沒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像才剛點下而已 那這邊海戰似乎也是勉強打贏 好 這邊還是有在出一些火蒙筒 但是可能要先被燒掉了嗎 唉唷 沒有欸 可能要被修回來了 哇 這個綠色 好 米格魯也是高手 那前天的影片 欸 昨天的影片 米格魯對MBL 哇 那個 他的 羅斯堡壘戰士 也是打得相當精彩 那如果想看米格魯打的話 可以看我明 呃 昨天的影片 那支影片 我覺得也算是奇蹟阿 最後用了一個 算是 變我出乎意料方式喔 擊敗的對手 好 那這邊看起來西班牙要來下這個城堡了 城堡差不多要來下了 會下哪裡呢 西班牙農一陣子 應該要來下城堡 可能會下這個位置 欸 結果對方 欸 不對阿 西班牙是黃色阿 我搞錯啦 藍色是不列顛阿 難怪4TC開這麼快阿 好 城堡時代1好 伯根蒂直接把城堡開在這邊的一個位置 可以這邊順利 蓋城堡 順利擊殺對手的一個TC 好 那這邊開始有兵在互打了 綠色這邊 瑪雅 瑪雅跟這個 不列顛啊 都是攻兵文明喔 剛好打這個西班的征服者很適合 但是要特別小心一下 唉唷 差點被車寶射死阿 這個僧侶 但是要趕快點一下這個彈道血喔 攻兵才有有效可以克制對方的一個征服者 不然征服者很容易可以用這個 打帶跑的方式喔 去擊殺對手 而且他傷害很高 就算砲槍了 也是很容易打到隔壁的單位喔 像這樣子 就會一次死兩隻 他只要一直貼近的話 其實就不好搞了 好 這邊再招一下 應該能招到兩隻 應該還是會直接射掉生侶 再招一下 欸 這邊只招到一隻而已嗎 哇 兩隻 招到兩隻了 哇 生侶也是一直一直被砰掉 馬上新裝奇兵也來了 生侶倒地50滴血 欸 哎呀 好 中間這邊 阿斯特克也慢慢轉出了自己的TC 好 還找到兩隻西班牙征服者 西班牙征服者喔 在團戰來說也是相當好用的一個團戰文明 而且他還有這個黃金喔 團戰加速喔 貿易的黃金增加喔 所以西班牙一直在這個團戰喔 算是首選之一的文明喔 變這個團戰喔 大後期是非常缺金的 好 直接先射掉這個生侶 弓箭手還不敢打 彈道雪還沒好 這邊要等彈道雪好了 瑪雅才會回頭射 好 彈道雪好了 可以開始秀了 好 有沒有 有沒有 這邊彈道雪一好 西班牙征服者就不能那麼囂張了 開始會被反擊了 因為他這邊在抖動喔 還是會有點難躲掉 像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彈道雪是非常重要的 對抗西班牙征服者的時候 彈道雪是必點 OK 那這邊城堡果然把這個TC射掉了 那這邊開始再出這個掌弓兵 掌弓兵來當個遠程部隊 但是後方紫色 紫色玩家在後方直接蓋起了馬舊 出這個刺猴輕騎兵 好 這邊還打出了一個洞來 這是自滴洞嗎 感覺是 好 2房 加上這個0鎧甲 這1房 不好意思 1房跟輕騎兵 燒到村民嗎 可以燒到1村應該是沒問題 好 2村 好 這邊開始把家裡圍起來 好 那我們的常國兵也開始出門了 那正面看起來 西班牙征服者 的威射力喔 影響力可能會慢慢減少 原來開始阿茲特克喔 生女要慢慢量產了 而且瑪雅的羽射手 也有可能會追得到 雖然跑速還是比征服者慢了一點 但是是有機會追得到征服者 所以征服者就沒有辦法像剛剛那麼囂張喔 一直到敵人家門口 一直在開店 好 那紅方塔套 這邊慢慢轉出了一些輕騎兵跟騎士 稍微來解一下對方的一個生女的一個問題 這邊還轉出了這個奴炮戰船 那目前村民總數阿 最多的是這個紅色 波斯108村 很明顯阿 波斯打這個TC運轉 效率是很不錯的 但是... 不列典這裡也是差不多喔 不分上下 因為TC價格也是超級便宜 前期可以省下大量木頭 然後轉出更多農田喔 還有這個TC 然後可以有效的喔 去運轉自己的TC 的村民數量 好 那這邊 不列典一個高速 上了到帝王時代 然後巨型投司機 開始在雜了起來 那紅方這邊可能要上帝王時代 還有一段時間喔 僅僅有點慘 因為他負責也是搞兩家的一個海 的一個方面喔 所以香凱的部分 他可能有點... 過不...過不過來 而且這裡還出了兵喔 去打這個... 阿茲特克這邊喔 所以這邊... 身為外加喔 他可能要被當沙包打喔 可能待會要直接撤走 這個城堡掉了 應該...就守不住了 就可能長驅直落喔 殺入子方家裡 然後那紅方... 逃到這邊直接蓋個高地堡 要來控這塊主金 還有TC的一個拆除 好 這邊直接圍死 相當這裡喔 趕快圍喔 哇 這波壓得有點硬喔 而且這邊已經地王時代了 波斯這邊村民術很誇張 112村 騎士一直暗 那波斯喔 也是有遊俠的文明喔 所以波斯我覺得很適合新手也是這個原因 新手就是要多練一下馬國喔 尤其是這個遊俠 還有這個工兵喔 那波斯工兵又是不用黃金的 所以...一個文明可以練到兩個兵種 我覺得相當划算 而且還可以練到騎士的運轉效率 然後還有這個漁港 碼頭可以一直練 運轉效率碼頭也是有的 你看這邊 哈哈 大量捕魚 25騷魚船 哇 25個漁網 直接捕爛 這就是波斯的威猛之處阿 真的很推波斯給大家喔 好 那西班牙這邊喔 由於西班牙征服者的威設立喔 已經稍微淡出舞台了 這邊開始轉經濟喔 TC蓋了大量起來 後面有一堆TC喔 但是自己喔 並還沒有上到地龍時代 采鋼點下而已 好 這時候已經點下了遊俠升級 喔 自爆兵 炸了一波 水喔 殺了進來 塔塔這邊直接要來扛爆 阿茲特克了嗎 阿茲特克這邊還在城堡時代 劍機上有點慘 這邊是有幾隻 剛剛阿茲招到西班牙征服者 砰兩箱之後 開始往左跑 這邊要來引到蛇領的位置 直接招響掉 應該沒問題 找到了 但是這邊羽射手 有點難抵抗對方重裝騎兵喔 那這個重裝騎兵 待會變成遊俠 這個羽射手 會更難處理 各位羽射手 比一般奴兵攻擊力 又更少了一點 所以攻擊力只有九弓而已喔 點滿之後也只有九弓 所以打起來喔 打騎士有點會無力喔 還是要靠這個擊兵 但等擊兵開始量產出來之前喔 阿茲特克可能會先被整個揚掉阿 看起來是要沒阿 這個遊俠都已經升好了 哇 遊俠一好 這邊完全擋不住 西班牙征服者想要放掉所有的村民 但好像有點困難 修個操作 好像可以喔 有機會再一村 唉呀 變光了 左邊這邊 長弓兵已經長驅直入了 直接把紫色 都更之後 開始痛擊黃色 但是紅色已經把青色也打到不要不要的 這些長弓兵直接駐軍在了這個後方的位置 這個城堡相當關鍵喔 如果守不住的話 這個城堡可能 可能會直接爆開喔 這個全部經濟直接沒了 對這個城堡是必修的喔 跟這個大學一樣 必修的單位 好 那這邊有一些騎士喔 直接唱來一拆這些巨型投資機 喔這邊拆解得不錯 稍微緩解一下壓力 那看一下右邊這邊 再回頭看一下 哇這裡 直接手撕了TC 這裡有三隻卡在小洞裡面的 西班牙征服者 好直接 招響 然後敵掉了一隻 還是有兩隻被招走 好這裡回頭再一招 直接招掉兩隻 應該沒問題 哇砍死一隻 OK找了兩個 但是這邊有更多的遊俠 拆完TC 直接不管 誰去追村民 哇這邊塔套太狠了 直接拿遊俠開始追 好 開始有一些遊俠 往左邊戰線跑 好不然這個長弓兵喔 確實有點難解決 要靠一些遊俠才能守住 那黃色這邊呢 也在升級這個重裝騎兵了 西班牙也是有遊俠的文明 那要打長弓兵的話 最好也是搭配這個遊俠 加上戰毛兵的一個戰術 OK這邊稍微圍一下 想要讓這個長弓兵有個洞可以鑽 減少自己被砍的一個面積 好這邊也鑽到這個縫縫裡面 這個我都俗稱鑽小 欸你們懂的 我怕要講完整我就被黃標了 先不要 好 這邊想要把這邊圍起來 但這其實有個洞喔 有圍跟沒圍一樣 好但是長弓兵一樣卡在這個位置 但是遊俠 欸突然開門了 哇直接遊俠進去裡面砍長弓兵 長弓兵直接一身倒地 這一波 西托有點落差 長弓兵直接死光 好那這邊波斯喔 大衝車也升級好了 哇你看這個 有大衝車又有俠 又無限弓兵的文明 香不香 波斯這個文明 是我就覺得很香阿 香爆香爆 好那這邊 補裂點喔 擊兵也升級好了 三級板甲也暗阿 這邊的確喔 要該轉出一些擊兵出來 不然這個遊俠真的太難纏了 好左邊這邊遊俠只淹了過來 想要來挽救一下 這邊阿茲特克 開始用血兵防守 但是這邊丹尼爾 啊這不是阿茲特克不好意思喔 這個是螞蟻 我想說阿茲特克不是被養掉了嗎 直接被拆家了 居然還復活 好這邊中間這個位置直接在翁 翁這些村民 只是單純讓對方不想來蓋 蓋這個城堡 所以這邊翁這些村民 翁完之後馬上立刻 把這個翁的效果 轉到遊俠身上 順利的找到兩隻 但是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中間這個城堡 絕對不能被他蓋起來 很關鍵 然後桃桃有意識 大家要去中間 但是發現大家根本沒有在中間有兵 反而是西偷這邊 場後兵往中間走了過來 後方這邊紫色 雖然剛被拆家了 但是後方喔 開始產出一些衝車想要來偷家 後方又有TC喔 還有兩個馬來修在後面 好 那這邊馬來修後方可是有點小心喔 這邊還有衝車 好 那這邊黃色的重裝騎士喔 來Cover一下這邊 衝車的一個進攻 那正面 正面這邊有大量的一個長攻兵 加上塔套的遊俠 要來正面應騎這邊長攻兵了嗎 但是右方也有 吸托剛剛遭到的一些遊俠過來幫忙 但第一時間巨型頭直接被拆了光 好 長攻兵沒有這些疾病的加持喔 只能被追著打 至於回頭打似乎也不是一個名字的選擇 但是後方有更多遊俠過來 這一多長攻兵還直接走到城堡下的射程 看來要直接又要白給一波了 完蛋 長攻兵最不應該的喔 就是這樣一直送喔 原攻兵系的喔 就是要數量一多才會有這個效果 一直送的話效果就不好 好 其實這邊也順利了 把右邊這個提示也拆掉了 加利爾這邊想要蓋城堡 結果這裡還有吸塔套的一個頭車 哇 直接砸了一堆 很傷 好 左邊這個戰線 這邊瑪雅 爆了一些長攻兵喔 幾兵過來想要壓制隊伍有效 但是這邊黃色 開始出這個戰毛兵 戰毛兵打這個擊兵 效果還是很不錯的 那目前看起來戰線大家都努力在騷擾 那瑪雅的話反而是出這個老鷹喔 黃金國老鷹 血量100滴 很抗這個TC箭矢 基本上TC射一發而只有一滴血 然後可以進行的追村民 那這邊在等待這個城門喔 衝破之後 下一波進攻才到這局一開始 那這邊想要蓋城堡 但是外面有許多的僧侶 但自己的遊俠雖然有點多喔 這邊煙出來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左邊這個部分 開始有一些老鷹聚集喔 要來處理這些戰毛兵 那這邊一個毒口 而且有火槍兵在後面射 這邊要打進去是有點困難 因為火槍打這個老鷹喔 傷害是很高的 因為老鷹的屬性是步兵喔 那火槍兵對步兵有外的傷害非常高 直接白給掉這些單位 但是幸運的是喔 後面這些老鷹還在繼續輸出 打到一個不錯的戰果 但是這邊已經突破城門 開始殺了過來 丹尼爾這邊TC再起不能 本來以為他要復活了 結果TC一直被弄 結果後方 瑪雅 在顧著打前面 殊不知後方 紫色 後面開始在蓋這些馬舊了 連重裝騎士都有了 哇這一波塔套聯繫不錯 但是長弓兵第二波又過來了 但數量很明顯的很少 這就是為什麼長弓兵數量一直不容易起來的原因喔 要保留數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但是這次喔 雪怪了 反而是帶來非常多的這個疾病喔 想要來一起萬歲衝鋒了 好弓兵開始射 老鷹直接把火箱逼到家裡 但老鷹死的速度也是非常快速 好也是彰光兩隻 好那這邊後方喔 開始重裝長長兵 重裝騎士開始在拆了 城堡也壓了下去 再來這波還有重裝長兵在殺馬雅的家裡 這面大疾病的部隊已經壓到城堡下 三巨頭開始拆 但是在第一處喔 第一處打高處的傷害沒那麼高 所以應該可以撤一陣子 或是拆不掉都有可能 那這裡一波可能需要塔套的一個遊俠的支持喔 然後看一下這波遊俠會不會過來幫忙 左邊疾病開始殺進去有點在送 這波疾病不能一戰往前A啊 哇這感覺沒有空好 因為可能家裡都在被弄了 西偷後面現在被紫色弄 紫色一個後方大偷家 後面還有一些西偷的遊俠 直接殺掉後面大量挖礦的村民 好左邊這邊城堡再續 去這個遊俠在這個城堡的位置 遊俠數量開始慢慢多了起來 西偷這邊他們有在貿易嗎 看起來這個時間點還沒有 好正面這一波衝鋒 看一下大戰 這邊遊俠剛好衝到了生理的一個大 正面 後面更多的老鷹補了過來 但是老鷹根本打不贏這個遊俠 遊俠一定要靠擊兵 長龍兵過來補一下射程 這個射程非常遠 但傷害是沒有那麼誇張的高 但是有擊兵的話還是有機會守得住 西偷看到這一波只有一個人單打獨鬥 好像沒辦法 目前是已打散的一個局面 正面沒有任何隊友來幫忙 因為他的隊友都在後方喔 在後面搞事 然後正面的話只有西偷一個人可以扛 但西偷的話實在是扛不住這麼多的一個疾兵 所以這裡還是要撤退一下 但是他還是要繼續出這個遊俠 不然就是要出這個波斯弓兵才行喔 他不出波斯弓兵的話 這個疾兵就是沒有辦法處理 不然就是出個火槍兵也可以 好呢感覺 長弓兵 數量也慢慢多了起來 這一波長弓兵只要數量大了60隻 就會毀天滅地了喔 一發一隻遊俠 的畫面就有可能會出現了 好後面這邊 西偷還是分兩隊喔 後面用一些疾兵在家裡防守 正面用這個長弓兵喔 慢慢往前推 結果在這邊交換的時候 城堡慢慢不小心把他脫掉了 好還解掉一下火炮 好右邊這邊再看一下 哇右邊這邊又開始殺了起來 這邊又大張一場 後方這邊補個建築越來越多 好但是瑪雅又繞了一堆老鷹 到了後方黃色這邊 打ACCM ACCM這邊後方一直被騷擾 正面也扛得住喔 其實算是蠻厲害的 但後方這邊可能要 可能要叫塔套這邊吧 用幾隻遊俠去做巡邏動作會比較好 不然他一直被打 其實也是蠻傷的 好幾兵過來扛 但是塔套沒有要跟他打正面 好看到長弓兵隊 長弓兵這邊打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好這裡有很多清奇兵出來想要去解 長弓 但這邊有幾兵喔 幾兵直接戳爛這些清奇兵 哇還沒有衝到就要全倒光了 哇是要來猜巨頭沒猜到很可惜 好大量級兵跟老鷹直接殺到塔套的臨地 塔套的臨地有點危險 好但是後方這些老鷹還是沒有解決掉 老鷹直接跟這個村民開打起來 但是塔套終於救了一些孤瀾幫忙隊友 但加以自己有點不太妙 正面的長弓兵隊也稍微撤退了 開始要往塔套家裡打 並沒有再繼續想要打ACCM ACCM的防甩還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只有被打掉就是城堡 那還是靠一些兵喔 慢慢淹了過來 塔套家裡已經開始被入侵 但正面這一波遊俠跟擊兵的一個配合 直接被吃掉 那這邊變成長弓兵的一個 單人SOLO表現機會了 但是如果只能靠自己的話 長弓兵還是有點危險 好城堡蓋好 沒有巨型頭司機的話可能有點難拆 但剛剛巨型頭司機已經被拆光了 HCM這邊直接走進來 直接在破牆喔 低了牆直接走進來 大量佔毛兵 可以有效克制對方長弓兵喔 加上這個擊兵 但是後方 哇 紫色 這個伯登帝喔 開始把自己的兵喔 爆了出來 還有這麼多的一個火器單位喔 限大化部隊直接從後方 後...後入室 哇 從這裡開拆了 米格魯正面可能沒辦法打得太專心喔 正面的話 越來越少兵 好 這邊大量的一個戰毛兵 直接上來 硬打這個長弓兵 長弓兵數量被削減掉了一些 但這邊有點賺喔 因為戰毛兵雖然死光了 但畢竟是不用黃金的兵種 好 這裡有大量的遊俠 直接過來回救這邊老鷹的部分 好 這裡又有老鷹 打到這邊的遊俠 我們再回來回救一下 哇 遊俠直接去對方家裡騷了 後方這邊 米格魯 家裡就已經有 就已經有點快受不了了 長弓兵數量 越來越少 20隻而已喔 好 但第二波戰毛兵又過來 繼續處理一下戰毛兵 這個長弓兵 哇 長弓兵有點慘 被換太多了 好 聖雲直接過來 直接招戰毛嗎 這麼狠的 首點戰毛 好 找到兩隻戰毛 好虧 哈哈 四百斤換二戰毛 這個戰毛有點貴 好 長弓兵開始又補過來 但儲量一直有點少 長弓兵這裡要直接撤退 但是後方的塔塔的遊俠追了過來 看來是沒有打算要放過這些長弓兵 後方這邊 疾病過來解 但是這裡有雙重城堡的火力壓拉制 這邊疾病可能也是要白給掉了 右方這邊村民 直接收村 怎麼感覺局勢喔 對塔塔這邊比較有優勢喔 塔塔這邊有一個紫色在後面鬧 那讓他們前線的兵 沒辦法那麼認真打 現在能認真打的人 好像也沒有 因為左邊這邊紫色也在騷擾 現在都各種的 出兵在弄三家 紫色一個弄三家 雖然沒辦法直接毒掉異果 但是可以有效的 讓他們去分神 去控後面的兵 而不能專注打前方 好 米格魯這邊又爆了一鍋 大量的一個老鷹 直接到了這邊 ACCN的領地裡 但是這裡有城堡 但是 塔塔這邊開始跑貿易了 哇 打到跑貿易的階段的話 如果 西托這邊 沒辦法 有效的去截 對面的一個貿易地點的話 會很危險 那我會因為 因為這個自己沒辦法跑貿易喔 然後輸掉比賽喔 因為現在要跑貿易 跑貿易有點困難 因為紫色在後方喔 眼鏡有個大本營的 那他們現在跑貿易的話 很容易就被斷貿易喔 所以現在右邊這一隊喔 瑪雅阿茲捕獵點喔 這一隊一定要先把一國給 都根掉 然後去截他們的貿易車隊喔 才有可能贏喔 但現在這邊很明顯 工程器不太夠 那正面單位也是偏少 所以這邊如果要強制突破的話 可能有點困難 好 更多的老英英不到中間 看來他們有點猶豫不定喔 到底是要先打西托 還是要打ACCM 兩邊有點迷惘的感覺 一下往下一下往上 喔 看來最後是選擇要攻擊塔套這個部分喔 那米格魯這邊選擇要往後嗎 往後救家裡 因為後面開始在BBQ了 不要越多兵 但是不列典 這邊也稍微回救一下 有些落馬 再做一個騷擾的部分 好 看一下正面這邊 遊俠在後面 敘事待發 正面有大量疾病跟常攻兵 巨型頭實機只有一台 這裡有更多的一個 勝率 這一波很關鍵 能不能拿下 就看這一場戰役了 這個是 西托 米格魯 丹尼爾 最後的一個波紋 再要是拿不下來 就要量量了 哇靠 這時候紫色 點下了 革命啊 哇 在這麼關鍵的時候點革命 開始大量村民要來反殺了嗎 好 這邊蓋城堡的村民直接變成 民兵 大量的村民直接走出來 要去支援塔套的部方 塔套先別衝 我的支援部隊在後面了 城堡能蓋得回來嗎 看這座城堡的租金是要掉的 好 那這邊丹尼爾 爆出了大量的一個生旅 十七隻生旅 但是 博更蒂 這個 民兵啊 開始革命起來了 佛來民民兵 攻擊力十二加二 但三級防還沒有好 準備要好了 好 三防一好之後 就有機會 可以打正面了 好 最後一波 看一下這裡 好 民兵一好 三防好了 要再等三攻嗎 我覺得可以不用等了 但是這邊幾兵數量有點多 這邊幾兵要靠民兵上去全部戳掉 好 遊俠從後面包起來 OK遊俠開始往後走 但是勝率也在盯 也在盯對方的一個單位 好這邊火炮 招響直接招掉 完美 好但是正面大量的一個 弗來民民兵直接正面開打 長紅兵在後面輸出 解掉了非常多的一個民兵 但民兵傷害也是很高 打擊兵的傷害還是很好 右邊這邊遊俠要來出了嗎 遊俠有沒有先出 反而是讓七級兵先上 七級兵打勝率的速度非常快 哇 這邊黃色的民兵 肉買過來補 哇 直接把大量的一個勝率解掉 解掉之後 哇 這邊的擊兵也被戳光了 火蘭銘的民兵 直接扛起了正面 後面遊俠直接補了過來 包操了這些長紅兵 這一波ACCM塔套 打得非常的完美 哇 後面長紅兵再過來補 這一波被完全殲滅 哇 補個第一波流 太完美了這一波 好 那這裡再繼續補更多的一個擊兵過來 那這一波沒解掉 如果這一波黃金兵再次被吃光的話 西坡他們要面臨斷金的危險了 因為後方的一個貿易地 他們還是拿不下來 但是塔套這邊 他們已經貿易許久 哇這一波 哇 中了 這個頭車舒服 好 這邊看起來還是勉強守住了這一波 所以那一波民兵也倒地了 但那一波已經守住了塔套的家園 那應該是還在繼續再戰十年了 哇 你看這個貿易已經跑得蠻多的囉 這個再拖下去 不妙 好 那西坡這邊他也很明智的 知道這個時間不能再拖了 開始努力的往前 想要來阻止對手 那遊俠這邊也在往後 開始在騷擾 但是這時候米格魯跟西坡 還有丹尼爾打出了GG 哇 這一場VIP果然是塔套 塔套出了262隻的遊俠 那西坡這邊是出了334隻的一個吉兵 數量上還是差的蠻多 來看經濟 經濟大家應該都是蠻不錯的 塔套這邊經濟是第一名 果然是最會農的文明 應該說TC運轉最快的 所以在村民樹很早期 就可以到達非常大量 那後期喔 這個還有跑這個貿易 那不列典的木頭是多了一點 但是其他資源 是略輸一點 石頭也沒那麼多 所以有可能這個石頭 是因為這個伯恩帝 在後面偷挖石頭 然後在後面來一個 被刺攻擊 直接在後面蓋一個 城堡馬舅 一直在後面騷擾 所以後方的礦偶 基本上都被紫色拿走了 所以不列典一直在專注打前方 前方是有ACCN跟塔套扛住 那這個伯恩帝在後面 在後面搞事 確實也搞到不列典跟丹尼爾他們 所以阿康們的時候的資源 跟黃金資源 並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們黃金資源 是去中間挖的 所以還是有挖回來一點 那看起來這幾波 打起來的感覺 塔套跟ACCN他們的配合 算是比較完美的 溝通都有溝通到 洛馬也有第一時間 去解掉這個 阿茲特克丹尼爾的勝率 勝率全部都被這個洛馬給解光了 那證明這個大吉兵 也被這個伯恩帝的民兵全部戳光了 所以總體而言 他們的搭配是更好一點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